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红狐狸频道 我是主持人Chloe 那在我个壁这位呢 就是BiliBili的自民奥主陈小夕 大家好 我是陈小夕 那今天呢 我跟小夕就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故事 是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 以及它的由来 当然也包括大家最想听的那一部分 就是马供 哼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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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很多人呢 会以为就是 中马之间的贸易往来 就是中国和我们这片土地的贸易往来 可能是从明朝 正和下西洋开始的 但实际上呢 它是从秦朝开始 也就是那时候呢 就已经有很频繁的 船只贸易往来 然后呢 主要呢 他们对我们这里的需求呢 是香料和木材 因为我们这里是 有非常茂密的热带雨林 然后我们这里的木 是最好的那种硬木 对 他们对我们的需求就是 香料 然后会带那些木材回去 作为建材这样子 那到后来 明朝的时候呢 就有正和下西洋的 这个故事啦 当然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它的随从 就是与当地的土族通婚之后呢 就形成了当地 非常著名的一个族群 叫做巴巴娘娘 那其实我本身呢 因为我的外公是 马力甲人 所以呢 我们认识很多 巴巴娘儿的一些朋友 那他们确实就是 顾色比较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外貌 也比较不一样 但是他们说的 非常流利的中文 或者我们说的汉语 然后呢 其实当时候我跟小喜 在中国的时候呢 就一些中国朋友 就会问我们说 你们马来西亚 是不是有三宝景 还有那个正和庙 那其实在他们中国人的眼里 就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正和是一位太监 然后他是奉命 形式要下到这个南洋来 进行贸易嘛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 居然会把它奉为神明 然后还专门建了一座他的庙 那关于这个呢 我们之后有机会 就再做一集 专门给大家解释吧 嗯 那么到清朝的时候呢 我忘记是不是 大概在清末了 但是确实是在清朝 那时候呢 因为那些西方势里 他们已经通过航海 他们在东南亚这里 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 然后因为殖民地呢 这里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 他们在这里需要大量的劳力 所以呢他们从各地引进劳工 也包括当时的中国 就是当时的清朝 然后人民呢 他确实生活很苦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是我们的祖先嘛 其实是 所以他们用 被卖主宰的方式 卖到了南洋这一带 对对对 中国有一个说法 叫闯关东嘛 那对应于这个闯关东呢 另一个说法就是下南洋 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 从中国来到了东南亚群岛 落地生根 才有了我们这些华裔 第三、第四、第五代 嗯 那每次呢 当我们介绍我们自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时候呢 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就会说 啊我知道 红花岗起义 然后我想说 对 这段故事确实是发生在 中国辛亥革命的红花岗起义 七十二烈士 但其实作为我们这些海外华人 其实这个故事已经不被记起了 这是渐渐的被遗忘 对,除非你是独中生 我们都是独中生 我们有从历史课本里面学到 嗯 但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很可能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的 嗯嗯 但即使是课本上也记载的不多 对 嗯嗯 反而其实有一些中国的同胞 会记得这一件历史事件比我们还清楚 那我就大概讲一下 关于这个七十二烈士吧 当时候其实孙真他先生想要去发起革命 后来呢 就来到了马来半岛的冰朗宇 召开了一场会议 当时候会议之后呢 很多的海外华人 南洋华人 他们都毅然决然的把自己所有的物资都捐了出来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这些华人 他们生活不富裕的 对 连饱饭都吃不饱 然后非常艰苦的生活 但是他们就是倾家荡产的 就把所有的家当都拿去支持革命 到后来甚至是因为那个输送链的关系 嗯 所以这些同胞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 告别了自己的家庭 然后驾上他们的汽车 就把一裸裸的这些物资再送到中国去 可是当时候其实为了要躲避清军的逮捕 他们用很多的方法 甚至有很多是在半路中就被清军逮到了 然后就失去了性命 还有很多是因为疾病啊 过度劳累啊 死在了公路上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一批华侨 他们的计划被揭发了 然后最后有86个人被曝塞在大庭广众之下 但是最后收得回来的尸体就只有72具 非常的难过 对 这就是著名的72.4 嗯 那我们南洋的华人除了包括去支持革命 然后包括输送各种物资与资金之外 其实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作为南洋华人的话 其实也一直在往国内输送各种的帮助 就像我自己的话 其实我印象是挺深刻的 因为从小妈妈有作为家庭故事来告诉我们 像比如说那时候我的私舅公 他当年他是个高知分子 他已经高中毕业了 然后他当年好像才18岁 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了 他就说我要回国帮助祖国 就是我要支持祖国 所以他就自己回去了 就是他作为归桥嘛 然后那时候甚至有经历一些 包括上山下乡这样子的事情 当然他最后也为中国做了很多贡献 他后来的话 他是成为了中国水泥院的工程师 然后当然现在已经退休了 然后我的四舅婆是中国人 当然他现在也是中国人 我的四舅公 然后像比如说我的姑婆的话 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回国探亲的 对 有这样一个限制 当能回国探亲的那段时间 来到的时候 就禁令解放之后 我的姑婆 他们是淹好一堆一堆的那个腊肉 然后装箱装成一大箱这样 带回国给当地的乡亲 就是除了带钱 然后带这种是最需要的这种物资的帮忙 然后我自己去查资料 说我在视频里面提到的时候 甚至有观众质疑我 就是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 就是我查到就是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 就作为海外华人往国内 你不要算任何的物资和资源或者人力上的帮助 你只算钱金钱的话 加起来是超过一亿美金的 所以其实海外华人以及中国 它本身就有一个非常深的源源 是隔了几个世纪都还会一直被记住的 因为它似乎就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它是一个故事 作为故事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流传下去 当然其实除了新中国 其实日据时期啊 然后黄黄钢旗一等等 它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南洋华侨所输送回去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事实 不可否认 所以说其实我跟小喜的影片下面都会有一些声音 是在指引我们说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来抱中国大腿啦 然后说我们死活要赞年轻的关系那种 那其实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留言 我会有点难过 当然我们都很我们都蛮难过 对当然我们能够理解 就是为什么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误解 不过我们当然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历史这个部分 那其实在我们的影片下面呢 也有一些粉丝朋友会提出疑问说 到底马贡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甚至有一些朋友他们会用马贡的这个点来攻击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就决定和大家来聊一聊 到底马贡为什么在当时候会有存在 然后他对马来亚半岛的贡献到底有多少 为什么是马来亚半岛呢 因为其实当时候我们是还没有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是后来有了沙巴沙拉越还有新加坡的加入 我们才有一个马来西亚的统员 那说到马贡呢就一定要提到一个领袖人物就是陈平 那陈平呢其实之前他的骨灰有悄悄的被运回来了马来西亚 为什么说悄悄 因为马来西亚政府不允许他的骨灰回到马来西亚的土地来 那可是呢其实陈平在当时候他是共产党的这个领袖 他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 到后来陈平就在泰国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直到他死去为止 所以今天就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马贡吧 那我们从最早的马贡开始讲起好了 那当时候呢马贡的成立是为了抗日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为了抗日 那马贡成立之后呢 那时候他是与本地的原来的殖民的军队 也就是英军 他们是一起抗日的 但是当抗日成功后日军退走后 他们却被英军打成了反派 他甚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家里人也曾经有人是马贡 我的大伯公也就是我外公的大哥 他就是马贡的一份子 那时候他才十几岁 甚至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说他还没有成年 他加入了马贡 然后呢他被英军抓住了 在山里面打死了 家里人不敢去收拾 因为怕被牵连 当时候如果被发现的话 是整个家族都必须要 都会被牵连的 所以马贡他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 他是做出过非常大的贡献的 但是当马来西亚要独立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不是马来西亚 是马来亚联邦 在独立的谈判桌上 只有英国扶持起来的马华 他拥有一个谈判的位置 马贡没有 于是当马贡被打为反派之后 他慢慢他就变质了 他躲在森林里面 然后变成了一个游击队这样子的形式 然后甚至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大概是我妈妈小学的时候 就有挺轰动的新闻说 他们把我们的国家英雄像那个雕像 他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这样给炸掉了 就他行为变得有一点像恐怖犯罪 非常极端 他变了 对 那最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游击战之后呢 所以他们也有一个机会就是走出森林 就是核林谈判 但是最后在英国政府的要求下 是希望这些游击队是无条件投降的 所以最后呢 这场和谈并没有顺利的进行 反而谈判中断了 然后在我上一次去国家博物馆的时候 我就有留意到关于马公的记载呢 是完全把他打为一个反派的 但是我觉得就即使他后来是变质了 他后来已经 变得非常极端 对 但是我们不可以去遗忘或者抹杀掉他之前 对于当时候马来亚半岛的一个贡献 对他是没有办法被否认的也不应该被否认 好吧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其实主要呢跟小喜是想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马来西亚法人的由来 他的存在 还有就是提一下大家都在讨论的马公的这个事情 那其实呢我们主要还是希望历史这一段呢 能够被大家记住 不要被遗忘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世界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甚至有很多好玩的游戏啊 很多好玩的活动啊 让大家已经可能觉得历史这个部分已经不太值得去专注了 我们更希望说这些历史世界能够作为故事的方式 一代一代的流程下去 有一句话是说 以史为鉴 可以知信替 就是更了解历史的话 其实才能更了解我们的现在和将来 对 那今天的影片就这样结束啦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还做的不错 请你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一定要按小铃铛以及订阅按钮 再到我们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 如果你有喜欢Instagram 你可以搜索click 可以到买的follow我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万年不更新的Instagram 就稳利的喜 当然大家也不要忘记去关注小喜的B站帐号 和YouTube Channel 红火力频道每天和你一起从生活中学习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